如果老是要做的 可能不是像這種 就是比較輕量級的 我想要做的是比較像是 專題 或者是他們那個小專題 類似科展 我就像做一個比較完整的頁面 沒有手機的 雖然有資訊能公佈 可是我想要更完整的 能夠呈現出我們學校的一些其他東西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透過 Mobile Line這套軟體 來做 因為它做出來的其實 就是行動版的跟一般 微微頁面版 那你可以從這邊先把它下載看看 從這邊 把它下載一下 這裡有個下載軟體 我把它拉上來一點點 這樣可能比較好 這裡 它目前應該是到5.0 它Windows有Mac的版本 我就可以把它下載一下 看起來好像很快 各位 這個跟Chrome一樣 它只是一個殼 當你開始安裝的時候 它才真正開始下載 它就是一個殼 現在才開始下載 現在才開始下載 這裡 我現在已經安裝完成了 那您必須要先 就是注射一個帳號 你可以選擇用Google 或Facebook 最近Facebook比較不受信賴 有定性有疑慮 有沒有 前幾天不是當了7個小時 大家哀鴻甜甜 那如果你是自己 註冊信箱的話 它會寄封密碼的信件 所以你要繼續收信 那我這邊就直接用 這個Google認證 好,認證成功的 回到這邊來 這裡關掉 回到這邊 好,登錄成功 它有簡體的語氣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換成簡體的 全義字 全義字 如果你不想它 下次再問你就這裡勾起來 這樣它就不會再問 OK 但是簡體的沒有 很多地方 還是有很多地方是英文的 它只翻了全部而已 可是 這個軟體的好處是 你在做網頁 我想有不少老師 有用過Google協助平台 你知道Google協助平台有什麼 優點有什麼缺點 優點是 你不用找網路空間 也可以跟很多 Google的服務結合在一起 這是它的優點 可是缺點就是 它的版型 真的比較醜 不過它最近有更新 已經開放 你可以自訂版型 只是能夠自訂的地方 還是相對比較少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好不好 你看 我從這邊 一進來 它已經有給你一個 基本的 就是一個 simple的頁面在這裡 然後呢 你先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有三個斜線 三條線 你滑過去 我們一般 一進來 要先做的 其實是到網站這邊 先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網站 是做什麼呢 你看我點開 目前 它這裡面 這些 不用理它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設定 這個尺輪 你可以按一下 好按了 現在呢 我這個網站 它有給你一個護警主題 然後網站的名稱 還有一個 有沒有 網站的這個 我的最愛的圖示 這個圖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我們平常在看網頁的時候 上面這個地方 不是都有一個小圖嗎 所以你可以自己設定 這個在Google學作平台也可以做 網ogle學作平台也可以設定這一塊 那 有了這個 未來 你如果有自己的Domate 你也可以用 好 這是第一個 你先了解一下 你網站本身的 那個設定 第二個 它一進來 就給你一個頁面 進來就給你一個頁面 所以呢 這裡有區塊 那你今天 我要更多內容 就從右下角這邊 有個加號 你可以按一下 你看看 有沒有很多感情 看了這麼多 你就知道 Google學作平台的人 用不太習慣 因為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 大概右手邊 有做分門別 你也可以從右手邊 因為我要看圖片跟影片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切下來 或者你是要有那個 那個 那個 Slide 這邊也有 有沒有 這裡也有那種Slide 我要的話怎麼辦 按著 拉拉拉拉 有沒有拉過來 左手邊這邊就是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對不對 看你要放在哪一個區塊 如果要放在上面 放開 進來了 這樣子 有沒有就可以用了 現在做網頁是像這樣 所以有沒有有點討厭 我們以前生錯年代 你看我以前很認真學網頁 糟糕的 最近這幾年很難過 因為 以前也很認真學說笑的 結果人家現在一段區塊 五秒鐘就被幹掉 那以前很認真學網頁 現在是五秒鐘就做的 比以前 花兩三年直接學的還更多 對工具在進步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好處就是 你現在做的 我們就是拼創意 工具簡單的 我就拼內容 不是跟你拼那個技術性的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你要的東西放進來 那麼 做好之後 這裡有一個發布 這裡有一個發布 經過這個發布之後 它就是變成標準的網頁 變成標準的網頁 那我就可以從這邊 把它變成標準網頁 當然它也可以 用這個網頁的缺點 就是 你要自己找一個空間 它有提供你 大概可以測試七天 就是這裡有一個 給你一個隨機的網址 你可以先發布到它的主機上 看看說這樣發布出去 那個真正的網站會變怎麼樣 可是大概七天之後 這個網址就會消失了 所以它只是僅供測試用就對了 最後你還是要自己找一個家 那當然如果你用在本機也沒關係 比如說我做專題 我電腦擺在現場 那我就打開這個網頁就好了 反正我們連線網路都有連 那麼 連結WebDuel的資料 也都是在那上面 我就可以這樣直接連結進來 所以布地一定要放在網路上 放在網路上只是說厲害 你都要看 不管用手機看 用哪一個裝置看 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看 像這樣就可以發布出去 那變網頁之後 我們就需要透過手動的方式去做修改 然後把 方關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 這邊不是有那個 MUTT 對不對 那個資訊 那個圖表都可以把它放到這邊來 因為這些東西 它每一個區塊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設定 比如說你看這裡 它每一個區塊都會有一個這個齒輪 像我如果不需要這個文字的內容或按鈕 我就關掉 有沒有在那收起來 我不需要文字 我就收起來 就單純只有一個這個 那我也可以把這個地方變成什麼 影片 你看有沒有後面就一個影片 以前要寫這個 不好意思 我有看到藍天白語 你們只看到白語 快快快快 來 我拉上來 真的真的你們看不到 不好意思 對 就是我現在後面其實就是一段影片 就是一段影片 以前我們要做這一塊其實比較難 那現在就是透過這樣的軟體 我們就可以比較輕鬆的完成 來 我先發布一個好了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我把它放到桌面上 增加一個資料講 OK 好 發布 因為它經過發布之後 就變成標準的網頁 我們就可以去編輯它 我們就可以去編輯它 來 看一下 這裡 在我們的桌面上桌面上 這裡 有沒有 index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頁 那你會用到的 所有的佳瓜 所有的圖片 通通都在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去編輯這個頁面 把Ubdino的相關的函數 移進來 那 Ubdino函數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看 我們剛剛有看到Mati的這個簡報 對不對 它有分享 在哪裡 你進去之後 簡報的第三頁 這裡 它有把 MQTT 還有一些 Ubdino 和一些 在Google的 Java Twitter 都放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打開 記號的裡面 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 它已經寫好了 所以呢 你點進來 你看這邊 不好意思 因為這一段 真的就是 看程式嘛 只是說 我們還是 希望各位有機會 可以參考一下 我看一下 它有一個是已經 把它包在裡面 我先打開這個 在這邊 在這邊 第一個 這裡有 Webdino 有沒有 其實我們那個 寫程式就是像這樣子 去把你需要的函數 引進來 再來 這裡有Google的字型 然後 這個是字型 再來這裡 也是Webdino 有沒有看到 這個 MQTT Client 它就看你要什麼功能 我就把它引進來 另外呢 Mati自己也有寫了一個 MQTT 這裡也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子 像這一塊 就是 Google那個圖表 Google圖表 那個函數 所以它是像這樣把它引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在 層次碼裡面去使用它 所以這個先簡單介紹就好 你知道說 大概的流程是像這樣 等於說 如果你要客製化自己的東西 它就是透過這樣的構點 但是 也因為它把這些東西 變成所謂的 原件化 這個 叫做Web Component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去呼叫 中間就省掉很多的過程 雖然它是空點 但是 就是變得更簡單一點 OK 好 那所以 我想我們今天 整個這樣簡化 流程下來 這樣老師對於 這塊 二個兵龍的bit板子 有沒有比較清楚呢 玩假的也很好玩 哈哈哈哈 但是真的 你就是可以多做很多的偵測 但是假的也沒關係 那我們再透過這個 這個 APP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資訊 混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 今天的重點 是MQTT 這個工訊協定 那你用LINE通知當然也可以 可是LINE通知總是 針對什麼 主要是針對人 但是如果你是用MQTT 我的資訊就可以更多的交流 因為LINE的部分 就只有通知人而已 還有誰要通知 因為之後你會收到 或者別人 某幾個人收到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看到比較 環境的資訊 我們還是會希望 透過MQTT 來做最後的農證 這樣子 OK 好 那剩下一點點時間 請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悶發小的感想 好 哈哈哈哈 那有問這條腿嗎 有 好 那就 我就把時間先交給你囉 好